替震嗎 沒事 沒事啦 反正現在有反應 我們跑上去也來不及了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 超人真是少年 今天要拍一個台灣非常險峻的工程 捷運是怎麼蓋出來的 如果你常常開台北路上 你會發現你的道路會縮減 然後你的旁邊有很多的圍儀 圍儀的上面 你會看到一些吊車 或怪手正在挖地洞 他到底在挖什麼東西呢 其實正在挖捷運 那差不多說 今天我就帶大家到地底30米的地方 Let's go 可以不要下去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 不要下去就扣精神 來我們來看地底 那你看我們前方這個景 這種場景也不是甜甜的 也有的 然後我們走到現在 還沒走到一半 欸有沒有看到 大家是不是想說 這個怪手他媽是什麼 把他掉下來對不對 就是 瘋掉車 然後你們覺得 下面實實的 這個不是沙水 比如說是地下水 謝謝 謝謝我們那 竹林啦 有看到 你現在看到的天空 就是那個地平面 超可怕 我走那邊下來都會抖 我腳在那邊抖 你抖 去高正 這很恐怖啊 去地震 因為我們在前日系的作業 一定是三月十五 我們要開始做 所以我們前面還有蠻多的 前置作業要做的 因為我們這一標 面對這個 複合型的地層 還有煙盤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方面 可能大家在工作上面 我們也要特別注意 YES SIR 我們現在超早的 來跟我們 現在是地氣改良 被我們上手改進了 這個 抖壓掛掉 它一根 離鐵開的時候 那個火是 激黃色的 也用壓力去把它調整 讓它 那個壓力比較好 要變得 調整到 藍色一個新的 才可以接 越厚的鐵板 越大是鋼筋 這個藍色的 就要越長 然後 好 歡迎回到超恩真少年 我們現在正在地底 30公尺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底深處 有非常多人 辛苦的作業者 再次感謝捷運二公處 然後讓我們來參與 這一項的工程 還有重點就是 感謝我們Iron Steel 散助我們這一集的播出 來看一下看一下 趕快take一下導播 這個節目 我會提供的支持者 提供的 因為其實拍攝這支影片 我們大概已經拍了 半年一年的時間 其實要需要很多的製作花費 然後我們也很謝謝他們 然後願意 付出經費 然後讓我們做 比起拍這種很有意義的片子 不要拍我們 像那種購物牌頻道的影片 來一個折扣碼 然後我們就打個給我們 或打個金錢 那話說到這個工地的重點 就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他們後面 有一個圓圈 這邊也有一個圓圈 那這個圓圈 要幹嘛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底下 挖住這個景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把 潛盾機從上面往下掉下來 但是因為它有挖掘工作 非常的辛苦 然後它也非常的漫長 所以大概是一個 500公尺的長度的隧道 你大概就要挖 三個月到四個月的工程期間 那說到底 一個捷運的隧道 怎麼挖出來的呢 在你能夠每天很爽的 拿著一個悠遊卡 嗶嗶進去隧道之前 它其實要經過 五個大項的作業 首先第一個 就是地盤的改良 也就是目前大家 所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第二個就是準備作業 準備作業要準備什麼呢 好比說剛購的架力啊 一些設備的進入啊 然後第三個 就是重點來了 主力潛盾機 然後第四個 就是當我們潛盾機 就在我目前現在 坐的這個位置 主力好了之後呢 第四項就是 絕境 絕境呢就是 開始我們現在 框出這個洞的地方呢 然後開始挖掘隧道 也就是這個隧道 很像是乳老蟲一樣 就是老蟲 乳蟲 乳蟲 老蟲是那個 小時候啊 屁股那個 最後第五項 就是當這麼大型的怪物 在這個地底下 結束了之後呢 它就要拆 就慢慢把它拆成每一個步驟 像是逆向工程一樣 然後一個一個 把它調到地底上去 差不多說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個 歷經非常多時間的一個潛盾機 是怎麼樣組成呢 等等 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請讓我們掌聲歡迎 台灣Bar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光臨台灣Bar 我是凌晨不解 說到這個台北市最早的 市區軌道運輸建設計畫 其實從日治時期就開始啦 地方上原本提的概念 是把淡水線鐵路電計畫 直接來個火車變電車 但這個點子 被當時的鐵刀鋪打的回票 要貪念的是呢 時間咚咚咚一路來到了民國77年 台北捷運系統才正式動工 移動動了8年 一條從動物園到中山國中 營運長度10.5公里的 首條無人駕駛中運輛捷運系統 AKA木炸線正式上工 捷運的開動帶動了房地產 要是你家門前有捷運 房價就會加加加 除此之外 捷運也帶動了大台北和桃園的人潮流動 到了今天 甚至已經載送了超過100億人吃啊 現在看到的台北捷運 有6條主線和2條直線 不過主線支線任務都還沒完全實現 還有很多站正在持續興建呢 我們現在進行到這次吊掛裡面 最重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韌盤 也就是說有像切削頭的部分 因為它非常的重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吊車 大概是400公里的吊車 你看它往上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它翻正 然後就進到我們上次的那個洞裡面 我們總共花15分鐘把它扶正 扶正了之後呢 現在要直接投入到那個洞裡面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三個 拿那個繩子在拉著的 因為其實它現在吊車吊上去 它是一個騰空的狀態 然後那個三個繩子呢 它其實就是要幫它翻轉 它雖然好幾頓重 但是在空中的時候 因為有吊車輔助 所以你要轉上去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現在已經 從上面快要一路掉到位了 來看一下上面 最上頭的馬路 然後中間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中間下方的我們的櫃姐 就在下面 我們現在的順序 從地面上 我們這樣拉下來之後 現在已經垂直面了 所以就要直接 讓它現在這樣 這個狀態直接去阻定 所以你看現在前面這位大哥 你會聽到一個聲音 他一直在說 啪啪啪啪 揮揮揮 是因為就透過無線電 跟上面的那個 四百噸的吊車 現在是做連線的 另外旁邊左右兩側 這個拉繩子的 它其實就是在拉那個 它的方向性 就是隨時都要保持 它那個繩子是拉緊的 然後現在那個大哥 要進去裡面 要去辦公 就直接把整個前面的韌盤 跟它直接合體 組立組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 基本上 讓它的性命安全完全交付在 外面的那些人的受傷 每個人趕到下面去工作 都是有所覺悟的 因為基本上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掉下來的時候 大家也懂得不急救 好 大家可以現在可以看到 裡面的大哥們 大家坐在裡面 一邊側幹嬌 一邊非常熱絡的 然後再做了一個 假固定的動作 假固定的意思就是 在你的吊車 在放吊之前 在它沒有支撐著之前的時候 然後你跟它的本體 做成一個固定的行為 所以它並不是最完整的固定 但是它通常就是一個 建立實地 然後大家可以換班 或者是可以把吊車 換上去 然後再掉下一個東西下來 然後它們現在在裡面 就是在鎖 這樣子的螺絲 它是時間久的 就是日本的規格 等到我們這邊的 假固定做完了之後 然後 等一下會等一下到後面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 很像左輪手槍 然後它這些孔洞呢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 它會尬到那個大齒輪的邊緣 所以等一下會慢慢 把十顆馬達分別把它掉下來 畢竟要運轉一個 這麼大的刀刃 它必須要有很大的領地 我們已經來到 地球表面了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中心的齒輪 我們要整個把它塞進去 然後這個齒輪就會 所以扣在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大型的齒輪圓環 那我們回到地面的時候 這個前銅的障蓋 它已經運過來了 它們會講就是 前段中段後段 然後銅就是那個 銅體的bate 所以你看到這個工程 其實非常的浩大 經過了幾個禮拜 今天就是前頓機 它已經全部掉到位了 等今天開始 就是這邊的工程順利 就是要做支架 支架做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破進了 前頓機在阻力的時候 它需要先做好 離時支撐跟補牆的構建 那這樣子呢 才能夠讓它在破進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非常精準的位置 因為在這個深圳的圖裡面 你只要插個五度或插個尺度 那都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這邊的漢工 它都需要有一些合格的證照 跟合格的設備 還有一些高響度的漢條 每一台潛頓機 它的構造設備其實都不太一樣 像它會遇到不一樣的需求 不一樣的路段 跟不一樣的路線 跟不一樣的土質 然後才會去做不一樣的修改 那像這台潛頓機 它的特色就是有六台的脫車 而這六台的脫車可以幹嘛呢 它其實有時候要裝一些超重的台車 有一些是電力的台車 然後有一些是VPA 關於潛頓機的特色 我們會在下一集跟大家好好好的說 來接受接受 而它還有一台潛頓機 它光頭部的部分 它的長度就有8.22公斤 它的總直徑有6.28公斤 而它的重量總共有357.88噸 也就是有50萬個我 50萬個我在鑽動 然後當後面都準備好了之後 到時候我們就開始破鏡 所以在破鏡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一下這個刀頭的位置 這是刃盤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有許多的刀刃 切刀盤的格數總共有170-180個 它不同的顏色 它的切刃盤跟中心的魚尾刀 都兼認著不同樣的功能 而在它上面的每一個小花樣的設計 跟每一個角度的設計 這東西你都可以從工業設計當中 深深地去談到它 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之後 之後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準備一個環片 那你看到這個紅色 這個噴滿紅單漆的這個架子 它就成為反例架 反例架是幹嘛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沒有軌道 它現在也沒有輪子 所以你要怎麼樣在地底下去移動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用一種千斤頂 就是我們車子在頂高級的 那一樣的原理 當你的反例架架好了之後 你再用千斤頂去把它頂盔 每推進大概1公尺的時候 你就會組成一個環片 而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身後的這個 叫螺韻機 就是你有沒有看那個蟲 它在吃那個木頭的時候 吃一吃就屁股要大便 它屁股大便的時候 就是把土送出去 不然你在土裡面就會全部塞在裡面 所以它螺韻機的工人呢 其實就是把一些就是 從來的廢土啊 那些無微膜的東西 然後經過這個機器 把它攪成這樣泥巴泥碎一樣之後 然後再把它運到地表上面去 所以一台潛頂機它要移動的時候 它其實利用的是一種反作用力的力量 大家這個東西可以在小模型的時候可以玩 所以科學家呢 物理學家跟土木學家呢 他們都非常厲害 在由這種小玩具當中呢 就能夠設計出這種大型的機器 跟大人的玩具一樣 然後能夠展現在我們的現代工業裡面 然後接下來這幾天呢 把我們下面的一切的設備跟設施 全部都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動作 就是在這裡的名詞叫做破鏡 而破鏡呢 其實它是所有的這個工程裡面 最危險的一個項目 因為畢竟第一次要進去總是不容易啊 因為你不知道你在第一次挖洞的時候呢 你會不會找到一些水線啊 或者是會找到一些稀稀稀稀稀的東西啊 所以在很早很早之前呢 其實破鏡其實是拍攝的道理 但是因為現在經過幾次的改良之後呢 破鏡這個工法 他們現在已經用一個很大的圓管把它造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看不太到 不過呢 我們在下一集的時候 就會很正式的將這個結音的隧道推進 像虎克專長一樣 虎克專長 好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讓更多人看到台灣工業值得尊敬的地方 特別感謝這個我最愛的頻道台灣Bar 然後這一集能夠跟我們一起Feed合作 還有感謝就是跟我們一起製作這個影片的 結音樂工處跟Iron Steel 那下一集我們就會帶大家去看到淺頓機的歷史 跟淺頓機它是如何挖出這個漂亮的隧道的 好 話不多說 我們下次再見 掰不 好 話不多說 不然我們自己投資買一台地挖 現場朋友如果想要投資我們淺頓機去挖進入的 預備 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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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容易就會產生有連結 小朋友常常說爸爸就是主播書